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你发现你不可能成为他 就是这个 1906年生他比路易斯康小五岁 两个人见过一回他去美国 一见如故 如果有东西能找到他的作品全集的话 上面还有一段康写给他的诗 赞美他的作品 作为一个维尼斯人 后面会讲到 就是我们从他的作品里可以看到他的 集惯 就像 这个是可能没有时间讲了 沙利文曾经说过 一件艺术品 我们把他所有的手法剥落 一层一层的像包洋葱一样的剥落 最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应该是那个作者 当然 有两种艺术品最后包完以后没有作者 一种是劣质的艺术品 作者 另外一种是最高贵的艺术品 剥落之后 那位作者是透明的 或者说他可以是任意的 1923年的26年 这已经是非常早了 他开始作为建筑主管 开始第一份工作 但那个时候 在他的建筑生涯里 还不算是开始了 他的建筑生涯 实际上在更之后 他读了科普希耶的 《新精神》之后 才开始 他自己认为做真正的建筑 不过这个时间已经非常让人 已经非常让人羡慕 大家看我在留活的 其实 你们将来毕业也会遇到枪强的问题 就是 盖房子是一个很花钱的事 而且花的是别人的钱 大家都希望你有经验 但你的经验不能写在脑门上 我也不可能给每一个甲方的讲一堂课 所以只好有一些道具 让人看起来 嘴上有猫 1926年 他在威尼斯美院 教建筑绘画 需要了解的一点 是在意大利 可能甚至在整个欧洲 现代建筑时代以来 教建筑绘画 在整个建筑系里面是一个最低端的学科 在之后他教过装饰 大家知道装饰就是罪恶 教装饰在建筑学院里面是一个最罪恶的学科 这是他的履历 那么结婚生儿的 他给他的儿子设计过一个住宅 但是没有盖起来 其实在 真正到了五十年代 大家看他已经就是快五十岁了 他才真正的 有他自己认为是作品的东西做出来 所以这样子经常有同学上网或者找我聊 很焦虑 认为这个世界上好处太多了 什么时候才能看完 死了一条心吧 肯定是看不完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他五十多岁的时候 比如拿到中国来评奖 他应该算是优秀的青年建筑师 然后五六年呢 他拿了第一个代奖 就奥利维地建筑奖 拿这个奖还给他带来一麻烦 因为他一直是无照精英 他从来没有考过意大利的注册建筑师 所以他拿了一建筑奖以后 他就收到了法院的船票 说你无照设计 这人特别逗 然后再之后呢 虽然打了关子 但是他之后 订单不断 但是因为他的脾气 实在是 性格实在是太慢了 我先讲点八卦 可能之后大家再看到他的作品 才不会像我当初 研究他的作品那么焦虑的 因为他的性格太慢了 他第一次有可能 把他喜欢的房子盖起来 其实也是在他二十年代 但是他当时没有盖起来 因为他之前是一个玻璃设计师和家具设计师 做工业设计的 但当时意大利的一个家具界的一个富豪 也是他的家具赞助商呢 就跟他商量说你能给我设计房子 他说可以啊 就回去干了 干了一年没有动静 然后他的甲方就给他 就是 他说意大利的贵族都很优雅 就是也没打电话催他 觉得不太理由 写信息 然后他看完信 就放在里边继续在做他的设计 第二年过去 他甲方又给他写封信 这时候已经不太客气了 就说你赶紧告诉我 说你没做也没关系 你告诉我这事进行到什么时候了 否则的话 我就要交给别人做 他看完信以后又放在里边 继续做他的设计 到第三年 他的设计做出来 那甲方房子已经盖完了了 他错过了第一次机会 他原本有机会做一个世博馆 忘了是哪多的了 澳大利亚还是哪一代 我也忘了是哪年 他有一个好朋友 那时候在意大利的建设部供职 就拉他去 当时他已经 就是五十年代 已经开始小有名气了 他去见建设部的官员 官员问他 你对这事怎么想啊 他说我现在没有想法 我也不知道明天 明天有没有 当然也许明天就有 不也许明年都还没有 但是官员就嘴都张开了 他的朋友就 打了一刹把他给请出去了 就没在 当然他也因为他的 慢性的让他丧失很多机会 但是也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机会 他曾经任职 维尼斯大学建筑学院的系主任 就是照理来讲 就以他的背景 以及他跟建设部 以及跟他甲方的关系 他很难坐上这位子 但为什么呢 那几年 七十年代初 意大利闹学仇 就所有的学生 都不去上课 然后开始有铁罐的 这个院长在外 想要镇压 结果都被学生打了 当时意大利 就是政府 就决定在整个亚厅 班长上找一个性的最慢的 结果他就去了 当了系主任 学生还在闹学好 但是没有反应 他知道你一直在闹 如果有人配合你 他气急败坏了 你会很来劲啊 突然没有反应 学生也觉得很迷劲 都回去上课了 这也许是个巧合啊 但是据我调查 他死于1978年 但是他特别喜欢日本 他去仙台 从他住的旅馆 楼厅摔下来 摔死了 然后在那之后呢 意大利就又开始闹学潮 我没有看到 资料显示在他任职 到此之间 意大利有个学校 非常逗 后边还有 在讲到他 最后一个作品 这是他做的玻璃设计 他在20岁之前 就已经是意大利 最优秀的几个玻璃设计师之一 和他齐名的一个 叫马尔蒂尼 就两个人都在 两个人实际上 都和毕加索这伙人 和马蒂尼 受他的影响很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作品里面 能看到毕加索的印度吧 有的时候 我的访问还能看到 莱瑞的印度 但是我没有看到评论 这么介绍 不太敢说 什么都做 当然他最早做的设计 都是在这个尺度上 能做的差的 思考派一生 主要受四种影响 第一个是科布希 刚才讲过了 他一直在设计家具 科布希的新精神 实际上就是讲的家具 和建筑之间的关系 在工业化大产产的前提下 家具都已经被 放上流水线了 但是建筑还没有 所以斯卡帕会关注这个 但是他关注了这个以后 他就很少再做家具 基本上就去转向建筑 对莱特的喜好 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流动空间 大家知道 流动空间是莱特 创生的 再有一个就是莱特 二三十年代 做了十几年的 预制本土气化 待会我会看到 那么 因为喜欢莱特 他也会特别喜欢日本 于是在他开始有钱了以后 他就玩命往日本跑 以至于他最后 他的最后一个设计 当然不是最后建成的 他死后 在他死后 有很多他生前 没有不方便建成的东西 就都被建成了 他最后一个设计是 布莱昂家居墓园 是一个私人墓园 但是他在干那墓园的时候 就不断地往日本跑 所以他也知道他的性格 就是那做了好多年 基本上也没有没墓 然后布莱昂先生死了 布莱昂太太 隔三差五就往工作室打电话 斯卡帕在吗 然后他的学生会轮着接电话 到最后 甲方已经熟悉了 他所有学生的声音 没有学生轮就接电话了 他自己拿手机儿吻嘴 他说斯卡教授去上课了 其实更过分的是 他最后死在那个墓园里了 他就葬在他自己设计的墓地里 当然最重要的是 意大利本土的文化 待会儿会看到 维尼斯画派是怎么影响 他的博物馆设计 以及转型守护面 我相信如果斯卡帕的设计 拿到我过来 恐怕 我不知道他要遭死多少年 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能看到一些日本的影子 会有一些类似枯山水的做法 那我最喜欢的是这个 它本来是一个污面开水 那这个设计也是在他死后才盖起来的 是一个住宅 叫奥特朗局 我不知道意大利文怎么发音 那么 实际上在一个台地上 这个建筑是 是捷径那个破地的 所以从上面也是陆地 大家可以看到树啊 然后在维尼斯一带 雨水非常的大 就跟咱们广州一样 所以 雾面会有排水 看到这个 曹刚就是排水 它焊了一条铁垫上 就把水导进这个 水池里面 所以因为对这个的喜患呢 也导致我只要见到水池 我就会跟甲方提个建议 那能不能焊一条铁垫 那这是这个莱特的罗比住宅 这个是 流动空间的先驱了 这个是斯卡拉早期在纸面上 当然盖不起来的建筑 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这个 是能看到血缘关系的 所以我就越来越 越不主张在 在学习建筑的时候 过分强调个性 那可以看到这些大师 在年轻的时候 都是不遗余力地 希望靠近他们喜欢的 就像我也曾经 妄图靠近斯卡帕 但是起码最后的结论告诉我 这是不可能的 包括他做的流水装置 所有花菜红辣椒 这边是莱特做的 尼拉德住宅 现在大家也能看到 实际上一直到 斯卡帕的晚年 他仍然在 他仍然对莱特的 东西非常吃你 但这个也告诉咱们一件事 因为我曾经读本科的时候 有一个焦虑是 我从来没有去过欧美 我学习那些 现在有些大吃的东西 难道真的是吗 因为我没有去体验过 斯卡帕早年也特别穷 所以他在迷恋莱特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去过美国 没有看过任何一栋 莱特的房子 而且包括 但是他因为早年在艺术界呢 他常年的做 维尼斯双年展 和都林艺术展的互展员 那莱特曾经去过一次维尼斯 就是斯卡帕也见过 他自己写的这个 一个杂文里面提到 他当时特别想冲上去 跟莱特说 我好崇拜你 但是到莱特先生走了 他也没鼓起勇气来 只是留下一张照片 你是能看到 他手里拿着帽子 很局促地站在最远的地方 那他最早看莱特的东西 就是20年代 二三十年代 正是他正在做家具 然后受到刻骨的感召 希望转建筑的那段时间 他一直在图片上 看莱特的作品 后来一直到他成名以后 他终于有机会去美国 有人请他 然后见到了康 然后康 康说我早知道你啊 他跟康说 你很有名 康说我也早就知道你啊 还给他写了 说试试他还记得 然后他真正看到 莱特的作品以后 他自己说非常失望 他没想到莱特的 房子工地那么差 但是越红不住于这个 所以这件事告诉咱们 不要太介意 咱们究竟有 多么深切的体会 当然体会是件好事 但是去不了欧美 并不是咱们做不好设计的理由 大致的渊源讲究了 因为原本这个 我第一次在水晶石讲的时候 也讲了四个小时 所以我把它给山子比较多 我尽可能略过跟思想渊源有关的 让大家多看他的作品 先放两个也许不是他建筑生涯里面成就最高的作品 但这是两个最招人喜欢的 一个是瓜里尼基金会博物馆 他看到这个盖子维尼斯一目了然啊 这是一个旧建筑改造 这基金会的博物馆老早就有了 但是一直闲置 他能看到为什么 这是大门 维尼斯是水城是吧 一到汛期呢 就是这种状况 看着门洞 划船进去 大概不合适 然后当时他接到的任务就是 我们要继续用这房子 你想想办法 这一看第一件事 干的是什么呢 他在河队岸架了一座桥 那为什么这是拱桥啊 他必须是拱桥 因为这是个窗户 这是门 他让这个 他把窗给加长了 这样人才能将将从这过去 首先解决了进去的问题 现在 这个是门厅 从这会过来 有几个问题 可能待会才会接 这个门怎么是这样的 这个门缝怎么这么大 这究竟是不是这种方法 他的吊顶是怎么回事 还有这个马赛克 在他建筑生涯里面 只要做马赛克 基本上都会做成这样 后面我会讲的为什么 大家认得这儿吗 这是那个大门 我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地方涨水的图片 实际上水涨起来的时候 这是跌落的 像听部一样的水岸的时机 他干的事什么呢 加了这些 其实是这一套东西 大家能看到吗 他在这房子里面 嵌套了一个另一个房子 就是这套 他跟原来的墙面 基本上不接触 但是他不可能不接触地面 我相信他一定希望 这个地面落开 因为西方建筑的原则是 拯救如新 不像我们是拯救如旧 他们要求你 做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 必须要保证你新做的东西 跟原本的东西能分开 这样对考古有利 所以这个就像一个寄生虫一样 但是不太好听 就长在这个房子里 所以它意味着 在这个房子里面 走游览的人呢 他是不必碰到原本的那个建筑 这是他固展里面的画 后面还会讲到他的画 大家看到 就是因为前一部 因为这个画的尺度非常大 你不可能离得特别近 所以在这是结束的 就看那部画的人会站在这 然后翻回去 大家看到这边 这是从一楼到二楼的楼梯 大家看实际上 这已经没有水浮案了 对吧 但是这个拯救如新的这个逻辑呢 会贯彻这个设计 所以它会 它会搭一个楼梯在上面 你不允许在这里碰到原来的 你只能碰我给你做的 所以大家能 大家猜这个栏杆是新做的还是后做的 而且它基本上一定会告诉你答案 但是它是那么明显 大家看到下面了 看到下面了 实际上是跟着大了一颗弯 弯在这个新做的底下的 这个服务什么 拯救如新的了 将来再过一千年 这也被埋掉了 然后挖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科普学家 还是能还原 说这个如果是原件的 一定是扎在这个里面的 而且广且两边都是墙面 它为什么要 对吧 这是什么用选 后面也还会看到 大家猜这是什么 暖风机房 这是一个设备 但是通常来讲 咱们在做的时候 通常会把它藏起来的 但是进来这儿的人 第一反应就是 先给这个暖风机房 拍个照片 这是从它后厅 出去到庭院的过程 通常会有门槛 但是它部地都是中的 所以基本上我能猜到 水是可以进来的 庭院 做了一圈水 到现在我也不十分明白 这个水质怎么回事 当然斯卡拉 有太多东西 让人家不可能明白 所以我曾经 当时找这些原因 后来安慰自己说 赞美我 这是第二个设计 叫做石膏博物馆 原本是一个巴洛克的 雕塑大师 这是他自己的胸像 能不能把这个灯也关了 就是暂时关一下 因为这些图片 是在最黑的时候 效果会非常棒 在前面 看到了 这当然是一个旧建筑的家建 斯卡帕一辈子都在做 就建筑的家建 就是有一个方案 我这次也没放上来 他曾经要求他 盖一个新房子 他用石头盖的一部分 然后自己给自己 加建了一块 其实这个 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就像密斯 在德国美术馆 国际大美术馆 落成的时候 坐在现场 那时候已经坐轮椅了 有记者采访他说 你为什么一辈子 都没有钢和玻璃盖房子 你没想想 试试别的嘛 意思是说 人一辈子 能把一件事做好 已经很了不起了 旁边这个是 博物馆的老馆 因为有一块 非常狭窄的空地 然后很多建筑师 接不了这个单子 这个面子实在是太小了 斯卡帕接下来 就是从这儿是可以进去的 他这个想做什么呢 从外形上来讲 但是到现在我都怀疑 这只是他时候跟甲方的一个解释 因为他如果回到内部以后 发现不需要这个概念 这是一个本质 这儿其实是一个水池 他想要做的外形的概念是 这是水源 实际上这些玻璃都是 一层一层跌落下来 一直到这儿落下来 落进水里 但这是老馆的部分 老馆在里面 这新管是中的 这边是新管 这边是老馆 这是门厅 所以能看到 实际上他的门厅 门厅是老馆部分 旁边的非常地道 是一个老式的巴西里卡 进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看到这个以后 我再也不相信 他那个矮儿说 这是个瀑布 他完全不必是个瀑布 这窗粉专这么开 这是一个竖向转角的窗 然后后来我有个师兄 研究彩光的告诉我 实际上你要想得到 最大的光照度 不是在墙中间开个洞 虽然咱们最习惯的都是 因为光打进房间里面的时候 它照亮房间 用的并不是直射的内部 而是反光 所以意味着 你和周围的墙面 接触的面越大 离墙面越近 室内的照度就会越好 所以照度最好的 应该是这个 但是它能开在上面 这个光直接打亮了镜头 所以这个室内 虽然两间非常的狭窄 而且这里面也没有 也没有灯光 但是它仍然会被打得 非常的亮 就所以到石膏博物馆 这里面没有一件是成品 是雕塑家在 那个雕塑家是做铜雕和 右面 叫右面 红右赤桃雕塑的 但在之前呢 就像咱们画草头一样 它会用石膏 因为石膏比较容易焦度 也比较轻 它会用石膏做草稿 那么它其他的作品都在 都在它的博物馆里 包括它大理石的作品 都在劳博物馆里面 这些是原本放在 放在仓库里的石膏的手稿 但后来博物馆方面 希望把这些也展出来 才有了这个 才有了这个设计 最有意义的地方在这个 大家还记得这是哪 请问看最高的 有这个 就是它所谓的水跌落的地方 这有几个 这个是叫做纳福 是沼泽女神 就是在 在 在欧洲的古典 神话里 它是一个比较俗见的 女神啊 好朋友特别多 这两个是爱神 这个是 是那个 雕塑家 这个叫 卓荣庄的华盛顿 这个是森林的神 这个是一个 贤之像 最早斯卡帕的方案是希望 因为石膏都是白色的 它是希望把整个的 国务馆的墙面 刷成黑色 这样可以凸显去白色的 但是 其实想象一下 我觉得这个 这个效果应该也挺好的 但它最终放弃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放弃 它决定用白色 但是当 一旦引入白色以后 意味着环境 跟石膏像 开始趋进去 这些原本没有 没有任何含义的 是片段的草稿 怎么才能呈现出意义 那么 斯卡帕这个老头非常爱玩啊 就想 既然这些东西都有了 但是他们来自不同的作品 反正也要放在这儿 我让他们唱一台戏算了 这是卓中庄的华盛顿啊 这是那个 纳斯 你看这儿看不出什么太多了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光在里面起的作用 就我曾经讲了很多次 空间是云制的 空间本身是没有区分的 按照海德格尔说 当你接触空间那一刻 你已经穿越它 所以在 在西方人的建筑里面 取消了壁炉之后 西方的建筑师需要再 引入一个足够强烈的 能够让空间不再明智 能够区分是这儿还是那儿的东西 他们找到最好的 最纯净的东西是光 后面会讲光是怎么实现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拿破仑 拿破仑的凶像 这是纳斯 他一直色眯眯的看着这个 大家知道他们俩是一对 这个为什么要放在这儿 后面会讲 他在干嘛 他记得这个吗 他们俩是一对 因为有两对爱情事 有两个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介绍里写的事是爱神啊 正好不是求你做爱神 这是一对情侣 他们躲在这个角落里面 当然全都是情义绵绵的 他俩婚身不知私 已经被罩得很亮了 他在看谁呢 他在看的是这个 搜索动资 注意一下他的踏步 他后面会讲到 这是我见过斯卡帕 做的最规矩的一个楼梯踏步 这是美惠三女神 大家如果对波提切力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 这基本上就是那个画 虽然这个雕塑 不算是那个做的 但那背后的 种了那么多树 并且让它敞开 后面我还讲 他为什么要敞开 然后在这座墙 大家还记得很深 就是这个已经是那个 这个已经是那个 鼓鼓跌落的地方 外面是水池 能对上了 旁边就是那个夹道 他跟那个老贱贱 就算是基础也要求开的 如果你 开了很多洞 大家看到这个洞 这是唯一一个从人的这个高度能过的洞 大家看到这个 我在园内里讲就是借鉴 你看到借的是什么 这个图片也是我从别人的书上偷拍下来的 这个书商 当时我身上的钱买了另外一套 中国营造学兽的会看 结果没钱买这个 偷拍了一张 就是那个现场是不允许游客拍照片的 所以我是先听到很多朋友去那说 斯卡帕太感慨了 讲的这故事我才找 终于找到了这个 但是大家知道优秀的建筑师色秘密也有它独特的方式 这是在转脚费 它称作是圆的天窗 这样它真正的目的是在实验 这是斯卡他自己说的话 如果要裁剪天窗的战断 大家看到这是转脚的床 刚才已经讲到了 窗开的转脚可以获得最大的采光效果 而且大家知道它是莱特的范子对吧 转脚窗也是从莱特开始流行的 就是主水别墅的转脚窗 似曾相识吧 他往里拍得到的好处是什么 多了一点 只有这样才能把原本是最黑暗的墙角也打掉 这是所谓清除欲蓝而胜欲蓝 因为学习一直在播放 但最终他发现 这是我师父同一旦跟我说的 他说的还真就是莱特 当时我在研究预知同名组七块的时候说 因为莱特留下了很多技术上的问题 我也没有解决 只是描述这些问题 当时我师父跟我说 莱特已经死了很多年了 但你还活着 斯卡帕在的时候莱特虽然还没死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莱特已经可以死了 但是转脚会带来一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 排水对吧 基本上这个有一个平面 水就会落在这个上面 但是这是 其实这儿有一管 这是把水排出去的地方 但是还真是有很多朋友跟我讨论 这个究竟这个装饰来自于哪 它的渊源是什么 它象征了什么 所以最终就有了这个 这张照片应该是斯卡帕做这个 做这个美术馆最终的目的 也是我要求关灯的全部东西 这是弗兰普顿的评价 现在咱们能买到 有一本书叫建构文化研究 王群翻译的 就我刚刚写的这个书的书品 弗兰普顿把 斯卡帕应该是现在主义 排名第一的装饰大师 但是弗兰普顿把他的装饰称作节点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会不会看到为什么 但是 另一方面他又把斯卡帕称作 现代主义建筑的分水岭 这道分水岭究竟是横着分的 还是竖着分的 如果横着分的话 分在五十年代 但暂点之后应该是后现代 如果是纵着分的 意味着现代主义建筑 有两负面 而斯卡帕是其中的一级 为什么弗兰普顿要把斯卡帕的装饰称作节点 因为路斯曾经喊过一句 装饰就是罪过 这是所有现代主义的门徒 必须要避讳的字眼 因为在古代装饰是一个 非常高贵的技术术语 但是在从路斯之后 再经过了现代主义的四位大师的加强 这个字眼 因为我在本科被老师评图的时候 就曾经得到过这个评价 说你这是个装饰啊 回去给我改掉 但路斯同时也讲过 未来的伟大建筑师将是一个古典主义者 他不是一个不前辈后臣的人 这个跟现代古业没有错 而是一个直接向古典主义 叫古代回归的人 古典主义的古代是哪儿 帕迪OTT 这个几乎是蜜 Cornell一辈子的事业 就是带着各种各样的帕迪牛 这是为什么 他几乎所有他能控制的记念前建筑 都是八可祝的 就是在纪念帕迪牛正面的八可祝 这是他自己说的 我可能得下一个期才能讲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注释 我之前讲过三种版本的 肺炎投释 那是古典主义的古代 这是古典主义时期 但是古典主义和巴洛克洛克 并不是不同的时代 而是交错在同一时代的 被一条分水岭松开的两极 而且我在讲巴洛克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我讲过古典主义了 他们都在干啥 实际上该有东西都有 大家看到这是什么三种版 可以看到这是什么 这是多里克著室 只是多了一个住室 多了一些山花 这我巴洛克的时候也讲了 造这个念 所谓造念的人是米开朗基罗 之后就会 后代的巴洛克和洛克的建筑师 就都会在山花上起一个雕塑 路斯痛恨的是什么呢 痛恨的是 无条件的模仿 每一种材料都有其自身的形式 也不能假设有哪一种材料 使用的是其他材料 所具有的形式 没有哪一种材料允许它本身的形式被侵犯 这个下次我会讲路易斯康 大家知道康非常有名的 是他跟专 他采访过专 问专 你将来想做什么 他问他的儿子一样 专说我将来想做什么 这个从这儿来 但同样还是路斯 他也说最古老的建筑系 不是顶棚 表层市面 比结构更加古老 大家可以发现路斯一直在抽自己的嘴巴 下期我讲一次 专门讲一次装饰 可以看到他抽自己最大一个嘴巴 而且是有意的 抽得非常好 响彻云霄 但是这个嘴巴几乎被整个 现在子敌的理论藏匿起来 我不相信没有人看的 请要我看到的时候是震惊的 大家能看到 这不是路斯本人的作品 这是维德根斯坦的住宅 基本上是在路斯的指导下做的 维德根斯坦是 现代主义哲学以来 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大师之一 但是从路斯开始 现代主义的建筑都倾向于 把房子抹得干干净净 但是这难道不是装饰吗 就是还有一件更震惊的事 是我念本科的时候一直以为 科普西亚的撒绘别墅是 混凝土现胶的 尤其在屋顶花园还有一个 曲线形的那个墙子 我曾经无限痴迷于那 现胶混凝土的质感 后来 我们中心找到了一张图片 是撒绘别的施工现场 那是一个分魂建筑 工人正在往那个曲墙上抹挥 后来我开始明白那个墙 为什么是去给外卦的 如果不让它弯折的话 它是要做构造柱的 当然它不只是为了不做构造柱 那么接下来 大家认为最合装饰无关的人 是密斯·凡诺罗对吧 这是他的巴特罗大德国馆 他是露斯的门徒 当然他从技术上和建筑上 是贝伦斯的门徒 但是从思想边缘上 对他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阿道 所以大家看到 唯一所谓有装饰的地方 掩盖了实情的地方 就是要点 巴特罗大德国馆 有非常薄的爆炎 这个我有机会讲 他的时候再讲 但是反正我本科的时候不知道 德国馆是一个博物的地方 你从里面是看不出来的 也几乎没有现在主义大师 乐意去横拍那个名作 很多世界观就被损碎了 这是一种装饰 但是这种掩盖节点的装饰 不是斯卡帕的装饰 那么现代主义的巅峰过后 实际上巅峰就是那一代人 科普歇密斯 当然更早的是莱特 然后这里面作品稍微少一点 这个格罗比乎斯 高布利斯康的时候 现代主义的门徒都已经开始在 再反思 见解里是不是应该有装饰的问题了 更详细的我会在装饰里面讲 那么他说会 他有一段论述 几乎可以作为斯卡帕装饰做法的助脚 我们当今的建筑需要装饰 这个已经有点大逆不道了 对吧 我们当今的建筑需要罪恶 这在一定程度上 来自于我们隐藏节点的去向 换句话说 想要掩盖各个部分是怎么结合起来的 这时候再三回就想 我刚才放过了 斯兰普顿的巴 把斯卡帕的装饰称作节点 把他的装饰成就称作节点崇拜 起码最晚的溯源可以追溯到这 实际上在我的论文里 这个可以一直追溯到阿尔伯利 如果我们试着像我们建造房屋那样 来训练我们的画画 从底下往上 房子一定是从下午上干的 对吧 在交注或者建造的地方停下我们的牵地 那么装饰就会从我们对完美的结构的爱中激发出来 我们能够发现一种新的建造方法 好ições东东上 民逼她们的洞 我就一周冯总上 是东西上 好的 好 谢谢 感谢观看